我其實最擔心他們健康 因為他們都60了 我爸曾經說他算命只能花61歲 然後我其實就是這幾年 就是一直很擔心這一天的到來 什麼時候開始知道爸爸是一個歌手 是一個明星 我覺得應該是小學的時候 我同學就會來跟我說 我爸媽媽很喜歡你爸 我從那時候才開始 因為其實我在那之前就有聽過他的CD 然後想說就是個唱歌的 後來同學還跟我講 我爸好像是有名的歌手 我覺得負面影響比較多 因為我小時候也很皮 然後老師也特別的針對我 老師還把我爸媽找去學校 印象很深刻 有一天就是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就被老師媽 然後被同學排擠 就是在班上沒有很受歡迎 然後好像我爸媽已經先聽說這件事了 然後他們就下樓來 然後我剛好進來 然後看到他們我就 我的眼淚又止不住 然後我就從這個走廊這樣 跑跑跑跑跑過去 然後抱著他們 印象好深刻就是那一幕 記憶有心這樣子 一直到現在 就有時候都還是會有一些 覺得很煩的事情 但就是有利有弊啦 排斥可能來自於一些身邊的人 或是不認識我的人 對我有些成見 然後對我有些標籤等等的 但是他對我的付出跟關懷 我覺得是不可磨滅的 有一陣子我會有點排斥 就是說 我都沒有辦法獨立被看見 就是有自己的演出 自己被搖曰這樣子 就那陣子很排斥 然後譬如說 那種現實動態啊 被拍的一些唱歌 都不轉法 或是只有拍到我的時候再轉 把它切掉 然後反正那陣子 心裡很不健康 那後來就覺得 有多少人有機會 會能夠跟自己爸爸一起在舞台上演出 然後就是唱彼此的歌這樣子 主要也是看 我爸年紀越來越大 然後有點要漸漸要淡出這個音樂圈的 然後就想說 可能跟他一起演出的機會 也沒有很多次了 所以就覺得 也是要珍惜這些機會 其實我覺得他也是氣到一個 一個臨界點 人半夜的時候都會那個 那個理智會比較容易斷線 我覺得他當時理智就是 要斷線這樣子 我們那次也是吵完 然後我們就 要睡覺了 睡前那個滑手機 我自己看到他說 我們 這次這一張做完就 不要再合作了吧 然後那個3D touch點開 然後我就想說 我要怎麼回他 我說 會 好嗎 還是 不要啦 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就 看他收回了 當下覺得很錯愕 沒有想到這一天真的會到來 我也是認真在考慮 是不是 這樣子比較好 就是理性的去想說 會不會這樣子 我們再也 家庭跟工作 再也不會牽扯上 然後家庭感情變好 這樣子 其實我現在這張專輯 在疫情的時候 大概20年21年的時候 其實都做得差不多了 但是遇到疫情 然後停擺 我覺得 正是我 事業該重刺的時候 然後被困在家裡 然後整天不知道 不知道要做什麼 然後沒有 沒有一個方向 一個目標 覺得很慌 那時候就 情緒就有一點問題 然後身體狀況也有問題 我覺得這是聯動的 我跟他們講 因為我真的是 找到一個不行 那時候 他其實就是說 你真的 還算年輕 很多人 熬了很久很久 才被看見 那真的 像當時 我可能就出道了 三四年 他很肯定我的才華 所以他說 有才華的人 總是會被看見的 但是 你得要繼續 撐過這些低潮 然後繼續堅持下去 才有辦法 我覺得陪伴很重要 我知道很多人 很多孩子 會沒有空 然後 然後可能付錢 給老人家錢 然後讓他們自己 自己過他們生活 但其實有時候 他們就是想要 自己的孩子在身邊 畢竟那是他們 一手養大 把他們送走之後 然後就 再也回不來 我覺得他們一定會 很感慨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時間 就多多 陪陪爸爸媽媽 然後帶他們出去玩 什麼的 因為我們家裡 就有一個小孩 所以我從 選大學的時候 我就選台北的大學 然後 大部分時間都 在家裡陪他們 而且我 工作之外 我的 就是時間分配的比例是 一半是 給家人 剩下一半 各種朋友 各種 所以 我就是 我覺得他們很需要 我陪在他們身邊 然後包括現在 我們又養了狗 然後有時候就一起 帶狗出去玩啊 什麼的 你的年紀應該是有 曾經有想要 往國外發展吧 沒有耶 我一直都覺得 我離開了他們會很孤單 我連台北都沒有離開 我覺得就很有可能 一去就回不來了 不見得真的要到國外 對啊 我其實最擔心他們健康耶 因為他們都60了 我爸曾經說他 算命只能活61歲 然後我其實就是這幾年 就是一直很擔心這一天的到來 但是我 他們都很養生啦 他們吃東西都很注意 然後做鞋都蠻正常的 也會定期去健康檢查 所以就 就還行 我是真的 真的很愛他們 然後我相信他們也知道 我也知道他們很愛我 爸媽我愛你們 尷尬 哈囉大家好我是林廷漢 第三屆旺旺孝青獎 又開始囉 歡迎大家可以透過詞曲創作 或是短影音 來表達自己對父母的愛 歡迎大家可以踴躍的投稿報名 外面的世界 紛紛擾擾 請不要擔心 你幾乖老輩 最愛最愛的寶貝 有一種關心默默的差異 全心守護你